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大部分的投资人你说在这个地方这段期间你有大赚钱 其实我认为是未必的 例如说这段期间投资人你可能会去追的股票 等一下下半段我们会来好好的分析 我们先讲先交代一下我们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操作方式 首先我昨天是不是讲我们没有币也没有闪 你还记不记得我昨天是这样子分析的 我说其实关于这个CPI我认为原本我预估可能是不如预期 因为它这样的统计方式基本上有点是在骗大众 就说去年的基期去年的11月不好意思啊 10月因为11月公布的是10月的数据 基期被电高了所以11月自然我们算年增率的CPI自然会下滑 那这样的统计方法所以降到8以下这个是有瑕疵的嘛 那等一下我们来详细解释 先看一下我们怎么操作 那昨天11月10号我说尾盘的时候 我们没有做期货我们做的是选择权 我们选择权我们是空一笔 因为现在期货我们主要是以当冲为主了 选择权我们空一笔 其实选择权有一个好处了 这一笔单到今天其实是不对的哦 那不对我们怎么做 先来看来 11月10号我们尾盘空一笔 昨天上节目的时候我是不是有讲 昨天上节目有点急有点赶 因为你现在看电视我们是live的节目 是四点的节目 昨天11月10号下午3点29分的时候 我们在发讯息 因为昨天是开盘先跳空开D嘛 那我们说盘后先跳空 所以我们的卖权 我们昨天做空嘛 可以先获利了结一半部位 那当初我们买 我们以整数来算了 如果我们买在98 那我们就算我们买100好了 两点我们当手续费送给你 那昨天3点29的时候 下午3点29的时候来到130 所以我们先获利了结一半的部位 这个一半的部位130-100 我们是不是先赚了30点 好这个30点你要先记着 我们一半的部位赚了30点 但是选择群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不会像期货那样子 如果你昨天你是期货流仓空单的话 直接被嘎500点 你应该睡梦中都会被惊醒吧 对不对 所以也没有500点的期货这件事情 那但是我们做选择权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轻松以对 这是我们做选择权的原因 讲得比较细一点的就是 它到后面如果是亏损的话 它的亏损会慢慢的做一个平滑 因为最多就归零嘛 当然我们也没有这么傻 就让它归零 来来看喔 昨天的夜盘我们是先赚正30点 你比较少听到有分析师在节目上跟你讲 它有些单子是赔钱的 我们就讲 我们就照实分析 今天早上11月11号 9点46分 我们的卖权剩余的部位 你看这封讯息 重点是你要先看时间喔 今天早上9点46 如果以指数期货来讲 今天的期货9点46分 是不是就是来到今天的最低点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也算是跟投资人互相交流一下 你怎么样去处理你手上的单子 其实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学问 或许你可以在我身上学到点东西 也不一定 好来 那我们今天就等 等到9点46分 把我们的手上的单子 选择权那个时候最高的价位 就在40了 但是呢 100减40 老师这个部分是-60点 没有错来 所以昨天的夜盘 这笔单我们挣30 后来-60点 老师你说一加一减 这样子还-30啊 所以没有错 今天我们做的方法是 今天来喔 9点46分是我认为 今天的卖压已经宣泄完毕了 那今天的卖压宣泄完毕之后 我们也是想办法在最低点的最低点的地方 把我们的空单做一个回补 但是选择权目前为止是-30啊 你刚刚也看到了 所以9点46分我认为这个地方 已经是卖压已经宣泄完毕了 后面应该会再走一个多方格局 这个没有办法 形势比人强 我们就顺势操作 尤其是往右看了 虽然我说目前为止 CPI的这个数字其实有点有点瑕疵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今天大家的情绪是乐观的 你做期货跟你做选择权 其实你应该很清楚了 你也没有要报很长 所以忌讳一件事情 最忌讳取高和寡 就是你认为市场上面大家都是错的 就我一个人对 因为不用这样子做 你做期货跟你做选择权 你顺势操作 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你长期是能够赚钱的 那市场上面解读的对或错 那是一回事 回过头来讲 我们后面怎么做 9点46分就是我认为最低点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补 选择权做完之后 所以你可以搭配期货做 9点51分之后 我们就开始翻多 13910上下一个range 然后买进一笔多单 我说没有办法 筹码偏多 所以拉回我们还是往多去做价差 后来调整了一下 你说算是一点滑价 13915成交 那这笔单后来10点23分 我们13980获利平仓 获利65点 因为我们是以当冲 重点是我们赚到 我们可以获取的这一段价差 今天13980 算划价给你13915成交 我们期货的获利是正65点 好今天期货正65点 但是没有忘记一件事情 今天的选择权的30点 我们要扣掉 所以今天这样子一加一减 其实我们今天的总获利是正35点 所以我们从头到尾就是从昨天 我们衍生性金融商品 包含期货选择权怎么操作 一路跟你讲到今天 今天我们要称谦虚的讲 称之为补救了 一加一减算下来 就是正35点 这是我们真实的获利 我们的获利不是在那里 跟你承说什么 你看我们有好几组会员 我们有三组会员 所以绩效乘以三 或者是有会员给我们看 他一次做五口 我把绩效乘以五 然后跟你讲说 其实我们是赚150点 这个你做几口 我们未必会清楚 所以我们就是以一口单来算 不要乱算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获利 所以针对这样的行情 我说实在话 今天应该没有人 期货有办法一笔单赚500点 我们也不是这样子操作 重点是不管是怎样的行情 我们能够按表操客 慢慢慢慢 按部纠班的累积获利 我相信这才是你要的 所以回过头来讲 其实今天公布这个CPI 我心中是有一点存疑 其实昨天我有跟你讲过 我说其实如果你去看一下 因为大家说要去对付通货膨胀 其实简单讲是对付油价 对付油价你会发现 10月的平均油价 其实并没有比9月来的还要低 所以当初我对这个CPI 我是有存疑的 有些人可能会讲说 你要去对照去年的基期 我认为这个部分有一点点算是狡诈 就等于说有点是朝三暮四这样的概念 我们怎么讲 我们讲一件很简单的比喻好了 比如说现在投资人如果你平常会去加油 骑机车也好开车也好 现在比如说95大概是差不多在30块附近 我记得几年前那个时候油价甚至是期货原油 还有付油价的时候 那个时候如果你去加油的话 是在20块以下 应该没有来到20块以下 在20块附近 那现在如果现在是30块 那你可能会说 所以通货膨胀50% 以前的基期是20块 现在是30块 每公升 那你会说通货膨胀涨了50% 但是如果你去看明年 如果还是在30块 你会说那就没有通货膨胀了 因为一样都在30块钱 你觉得这个讲法有没有瑕疵 其实是有的 因为美国现在在选举 我们台湾现在也要选举 如果油价一直都维持在30块 那我相信对于长期在加油的投资人 甚至我们一般老百姓 一定还会觉得说 过去的经验其实就不是这样子 那现在30块基本上是有点贵 所以我不要投给现在的执政党 大部分的心态是这样的 所以不是说 如果明年的油价还在30块 那叫没有通货膨胀 就没事了 就不用升息 这个讲法是不对的 还是继续要压 压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均值 才不会引起民怨 所以现在降 你说降到8% 那是有些人 其实你应该已经听到 那是因为去年的基期 稍微被拉高了 所以你会认为说 不可能每一个月 和过去同期比 每个月都是8% 所以这个月是因为这样子降的 可是有点朝三暮四的概念 所以未来还是不是要升息 其实是要的 只是不管如何 现在已经降到7.7了 总是一个利多 因为好久没看到的 可能今年你都没有看到 跟原本预期的 差了0.3% 而且是好0.3% 所以今天台股先这样子表现 那后面这个地方 其实我刚刚一开始 不是跟你讲 这个地方就不好意思 还是要泼你一盆冷水 因为我有讲 我说你说这段期间 你做股票你真的有赚钱 尤其是今天涨500点 未必喔 今天好 首先如果我们以上市来看 还是跌339加 上柜还是跌356加 今天是涨503点 你一整年都没有看到 这样的涨幅了 结果今天涨跌加速比 其实并没有很悬殊 那回过头来讲 这段期间其实最热络的 大部分可能就是什么 无人机概念股啊 军工概念股 是不是就是这一档 三四五四的精锐 三四五四的精锐 是不是这段期间 投资人去追逐的个股 其实除了这一档还有了 我们就不一一点名 刺痛投资人的心 是不是有些人跟你讲说 什么政府的标案 所以有些什么无人机 全部都是拿着报纸 拿着新闻跟你讲 你看喔 这是政府的什么标案 我们的书院长被骂了 说什么下令彻查 这件事情我是不是有跟你讲过 像轮飞了 也是前段期间市场上面 最热门的股票 今天涨五百点 全部死掉 为什么 还有了 来 除了轮飞之外 是不是市场上面 最热门的元宇宙 其实今天都没有行情 所以这些个股 都是前段期间你去做的 你去追逐的 今天全部死掉 所以我们今天要很客观的讲 不是只是拿指数跟你讲 你看今天涨五百零三点 其实前段期间 投资人去操作的个股 今天全部都是跌的 为什么 前面曾经我有跟你讲过 我说你不要因为今天涨一天五百零三点 你就觉得大盘没事了 一路向北 盘势大好 什么重新上看万五万八 没有这么简单 为什么不要去做这个族群 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也跟你讲 我说我们最后一次做精锐 出身段没办法做 因为出身段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量 我们做完主身段之后 九月做完主身段 其实十月就一个小的陌生段让你做 后面这一段因为我有跟你讲 我说今天你买进任何一档股票 你都会发现 比基本面跟技术面还要重要的 其实是主力是不是跟你站在同一边 所以我们今天讲了几个概念 我相信你应该也可以认同了 不是今天大涨五百点 后面就跟你讲说 你在这个地方站在多方 你就百分之百必胜 没有这么容易 然后这一个族群 三四五四这一档 因为前面我们操作过 所以我们发现筹码有些什么风吹草动的迹象 我当初跟你讲这档股票 你要开始做获利了结的时间点 是在十一月九号 也许你甚至比我多赚了一段 但是我跟你讲 我们发现筹码有松动的迹象 前段期间前几天刚好市场上大部分的人 全都在跟你讲无人机 那我有跟你讲过书院长天天都在被骂 都是有一些立委都是有一些议员 整天在那个地方讲说什么 你这个地方是用中国的 比如说什么广告刊版金片 但是无人机的金片不是用中国的 就是会去吵这个议题跟你说 你这个地方不是什么什么双标党之类的 那政治的部分我们不谈 我们也没有帮谁讲话 或者是要骂谁都没有 我们只是要跟你讲 这件事情其实天天都在发生 那你说设备有一些部分是用中国的 那书院长说要下令彻查 通常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金片不要用中国的 基本上我认为是没有事 你说螺旋桨用中国 我认为还好 这个部分我认为是OK的 所以有些人跟你讲说什么无人机 那是每年都要汰换的东西 所以如果以新闻消息面跟你讲说 书院长说要太换有什么标案 来跟你去对照说这档股票 你要往多方做 那根本就是错误的解读 说不通啊 因为无人机算是一个半消耗品 年年都有标案 去年前年为什么没有涨 简单讲今年为什么在涨 因为没有题材 因为第三季第四季季出的时候 市场上没有题材 有一些冷门股筹码相对干净 以前投资人没有注意的 后面就被炒一波 炒完了呢 你也知道四个字 许终人善 所以你说这段期间 然后我们就讲今天 你说涨五百点 每一个人都大赚钱 其实我们是不相信的 尤其是在这个地方 我认为不是要跟你讲说什么 我们有好多股票等你来买 这样子就是对投资人好 反而是要先跟你讲什么东西 你要先去做避开的动作 像前段期间 另外一档股票 4931的新胜利 我有跟你讲嘛 我说现在哦 不管盘市你认为后面是要先修正也好 或者是继续往多方迈进也好 基本上不会去影响伺服器这个产业 因为它本来就没有衰退 4931的新胜利 我在节目上面不是光跟你讲 你看哦 这段期间我们买进之后 11月1号 拉一根涨停板 11月2号也拉一根涨停板 然后到11月4号 这样子讲完就没事了 跟你讲完说 你看到11月4号 第三根涨停板 讲完请你帮我拍拍手 就没事了 没有哦 我是跟你讲 这些筹码乱掉的个股 像精锐 像新胜利 我也是这么认为 所以我们也做一趟获利了解 三根涨停板之后 4931的新胜利 今天还是跌的 我什么时候跟你讲要卖 11月7号 你可以去看我节目的重播 因为我说 6.4亿的股本 一天的成交量 已经达到10万张 周转率超过百分之百 筹码会不会乱 会 你就知道市场上投资人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大赚钱 我们讲实在话了 因为也许你今天看到新闻 跟你讲说 你看我们台股难得涨500点 也许你看到这个新闻 你心中痛恨的牙痒痒 你说 真实的状况不是这样 人家是新闻记者 当然跟你以指数当代表 但是实际的操作 没有这么简单 所以节目的上半段 我们先把投资人 你要注意的事情 因为接下来 股票了 我们也是要往多方做 甚至我们也会交代 我们一些留单的个股 今天面临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都如私交代 但是有一些个股 前面其实你就应该先做了结 我觉得这件事情 反而比较重要 这才是 长久 甚至是会员 长久跟我们配合下来 你要的 而是每一段 每一段 都有我们的步骤 都有我们的步调 不是天天秀掌停板 那节目的上半段 我们先把一些重要的个股 先交代完毕 那节目的下半段回来 哪些个股可以买 可以站在多方 广告回来之后 继续再讲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运达投顾黄老师 要告诉您 纸跌因素有三 一 美国其中选举 台湾六都选举 二 以肺波难系数来看 转折会在第四季集中 三 台股国安基金 与政策的互盘 聪明的投资人都知道 纸跌了不代表 一定会强掌 您需要的是 多空策略 赚价差 第四季多空 双奖价差班 现在立刻来电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黄老师 要告诉您 纸跌因素有三 一 美国其中选举 台湾六都选举 二 以肺波难系数来看 转折会在第四季集中 三 台股国安基金 与政策的互盘 聪明的投资人都知道 纸跌了不代表 一定会强掌 您需要的是 多空策略 赚价差 第四季多空 双奖价差班 现在立刻来电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车怎么开的 车怎么开的 立方二次交通事故 有法导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 或119救护伤害 三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激证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 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 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 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波画仪等就对啦 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如果你要往多方做呢 其实今天的节目 我们准备了一档 瑞鼎第二给你 那在讲瑞鼎第二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先沟通一个观念嘛 因为今天大盘再怎么样 都是涨五百点的 这算是一个表态 未来你可能也就不会 见到升息三码的事情 大概都是两码一码 甚至半码的升 应该没有问题的话 升到明年的年终 差不多结束了嘛 所以针对这个第四季 我说明年的事情 我们还先不谈 不谈这么远 就光这一季第四季 我也跟投资人讲 我说现在叫做止跌嘛 但是止跌 不代表每一档股票都会强涨 我相信投资人 应该也很清楚这个道理 所以前面我们讲嘛 我说多空的策略 其实你都要有啦 像上半段 我们甚至泼了一盆冷水 跟你讲 有些个股 你甚至不做空 你也不要买 那些个股当然聪明 就可以举一反三 那些个股后面 你是可以放空的 那毕竟放空不是主流 所以我们来讲 如果你是正规军 你应该怎么做 第四季我们称呼为多空双向 叫做价差班 我们针对每一段行情 我们都是小心翼翼 不是今天大涨就跟你说 盘事一定没事 这一段价差班 这几个族群 就是我跟你讲的嘛 像我们刚刚是在讲 新胜利这档股票嘛 金星科6533 其实我们也 今天也不再讲 因为前面我们是先 获利了结一趟 好股票会不会急没 其实是不会急没的 今天涨停板 其实你要买也买不到 我们在这个地方拼命讲 其实也没什么意义 只是当初我们在跟你讲 金星科的时候 我是要跟你讲 我说这一档股票 其实你不用担心 后面可能是拜登得势 或者是川普得势 因为现在两边 都要对付中国 但是恰恰我却跟你讲 当初我是不是跟你讲 其实没有必要去进金星科 金星科的营收 不会受影响 因为它的语法 叫Risk Phi 前面我有跟你讲过 它叫做精简指令级 精简指令级就是 我今天做的事情 我今天的晶片 基本上 比如说甚至你现在看电视 遥控器 一些比较低接的晶片 用精简指令级 这个IP基本上就可以处理了 没有必要怎么样 所以即使它接的是中国单 也不需要进 因为跟中国 跟美中目前为止 现在他们在打的 基本上是通讯方面的 不需要打到Risk Phi 这个语法 这是我们前面跟你讲的 所以后面会还他公道 这个前面我们讲过 我们今天不谈 那这个价差班 基本上我是要跟你讲 今天有一个族群 例如说像是2409的友达 今天也是涨的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这档股票 目前为止就稳稳的上工 但是我知道投资人 因为曾经有一些人 在社群平台 跟我稍微讨论一下 他说老师 其实我已经有友达了 那有些是有群创 他说老师 我是看你的节目 看你分析友达 发现他自己的存股名单也有 但是他说 他已经报了十几二十年了 账上怎么样 其实当然是亏损的 所以他说老师 我知道你这一段 其实做这个族群 其实做得还不错 例如说我们最近一次 其实买友达是10月27号 最早我们是8月的时候 13.9的时候开始买 你说老师 我知道这段期间 你做友达做得不错 但是我只是听你分析 我没有买 因为他说他已经有了 因为他非常的不喜欢做友达 他为什么放了十几二十年 没办法 他套太深 所以面板族群 你基本上是一些老古民心中的痛 不想碰没有关系 但是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说面板这个族群 因为他现在只叠回声了 你就可以回过头来看 面板的驱动IC 是不是一样会有行情 所以这段期间我跟你讲 我们的架叉班 我把几个重要的族群 列在这个地方给你看 等一下几周之后又轮到 我们台湾的选举 所以几个族群你必须要看 我们话就讲到这个地方 重点我是要跟你讲 3592瑞鼎这档股票 11月8号当初我们布局的时间点 是因为怎么样 卖压已经全部宣泄完毕 开始转正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是要提醒你 今天如果你要买股票 前面我刚刚讲的像新胜利 比如说像金瑞都是涨高了 即使今天碰到这样的行情 多方格局你也不能追高 请你去挑像瑞鼎这样的股票 也没有让会员朋友失望 今天11月11号288块钱 减掉当初我们进场的成本价 一张你就赚30块钱 为什么挑这一档 友达的驱动IC 今天有一档瑞鼎 这前段期间我们就已经公开了股票 重点是 主力目前为止 现在在做的东西是买超 它不是到货 所以瑞鼎第二 这档股票投资人你要好好留意 那当然是因为我们今天才刚买进 算是给会员一个交代 这档股票 基本上它的现行的走法和瑞鼎一样 节目时间不太够 没办法细讲 你有兴趣的可以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操作 节目时间就到这个地方 投资人操作顺利 我们下周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昨天吗 你可以帮我来开门吗 来了 开门 不摆啊 你们在干嘛 我好回带钥匙 这我家耶 你累了吗 我也没被钥匙 不摆 你累了吗 精力冲碎 你的被钥匙在这里 你的在这里 你怎么知道 保利达蛮牛 运达投顾黄老师 要告诉您 纸跌因素有三 一 美国其中选举 台湾六都选举 二 以肺波难系数来看 转折会在第四季集中 三 台股国安基金 与政策的互盘 聪明的投资人都知道 纸跌了不代表一定会强掌 您需要的是 多空策略 赚加差 第四季多空双奖加差班 现在立刻来电 02 2781 0909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